大家好,这里是温哥华生活岁岁念,本期话题是自制芒果酸奶雪糕。 现在是温哥华吃水果的季节,我买了两个芒果,两块四毛八一磅,这个价钱在我们温哥华超市里边不算最便宜,但是我这个芒果质量比较好。 首先呢,你看它颜色金黄金黄的,比较饱满,上面也没有黑斑,如果有黑斑的话,那里边就黑了嘛。 芒果买回来以后呢,就放在室温,有的人喜欢把它放到冰箱里,想着这样不容易坏,其实这是不对的,你放冰箱里啊,再拿出来那些芒果就黑心了,不能放冰箱的。 好了,现在呢,我们用芒果来做个雪糕吧。 它需要的器材工具呢,就是首先就要有个雪糕模具了,我家就是两个大一点的,一个小一点的。 另外呢,还要准备酸奶,这个酸奶呢,要选比较浓稠一点的,我就是买的希腊酸奶,是那种高蛋白零脂肪的,低糖的。 这样呢,从健康角度来讲,比较好嘛。 外面卖的雪糕,我是不吃的,就是不健康,所以要自己做。 此外呢,还要准备一个破壁机,或者是破壁杯也行。 像我只用两个芒果做的话呢,用破壁杯就行了,不用破壁机那么多。 好了,现在呢,我们把芒果切成丁。 切成丁以后,重量大概是300克。 然后,浓稠酸奶呢,就选150克。 然后将这两样东西放到破壁杯里边搅打,成为一个比较浓的芒果糊。 这个时候呢,你要看情况,我的这个芒果糊呢,就有点太浓稠了,倒都倒不出来。 所以,我又稍微加了一点牛奶,要看着量,一点一点加,能倒出来就行了。 然后搅打均匀以后呢,就把这个芒果糊呢,就倒到那个雪糕模具里,震一震,它自然就平整了。 然后把它放到冰箱里冷冻时。 这样呢,雪糕就做成了。 今天早上我拿了一个藏了藏,还挺好吃的。 冰凉冰凉的,浓浓的芒果味。 这个好处就是比较健康,不像外面的雪糕啊,这糕那糕,不建议大家吃嘛。 这个自己做的,没有加糖,只是用水果本身的甜味,是吧? 而且呢,没有加那个奶油,就是wiping cream。 这样呢,虽然没有那么香,但是也挺好的,口感也可以,冰渣感不重。 所以我觉得,这样自己做雪糕呢,还是值得的。 那我今天这个量呢,除了做了这几个雪糕以外,还有剩。 剩下的我就做成奶昔,就是把那个芒果泥啊,多加一点牛奶,再一搅打,它就成了奶昔。 当时就喝了,香极了。